大家好,我是外行员 正一期海贼王专题的话题是太阳神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燃烧住火焰的太阳神陆飞 虽然在1081期海贼王专题 我们就已经明确地胡扯到 依据在通道高博网会的剪影 和拯救奴隶们的宿命 以及喜欢宴会的特指 陆飞就是太阳神尼卡的转世 但相信很多观众 也已经发现在漫画1028画的彩业之中 伴天就可能又进一步地暗示给我们 陆飞和太阳神尼卡的关联 说到这里,我们就具体来到 漫画1028画 任天堂大乱斗主题的彩业漫画 前景的那美汉乌索普 是在用手柄玩任天堂大乱斗的玩家 类型草帽团的各位 也就分别扮演了 任天堂各款游戏中的人物 南炮紫身体是著名的马里奥 布鲁克是相对小众的金水技士 山智是喷射战士 罗宾是恶魔形态 但我还不知道 他对应哪款游戏的人物 乔巴我也认不出来 索隆是央令 普兰奇是大金刚 而最后也就是焦点 扮演助龙街霸人物 肯的陆飞同学 而具体来到肯的造型 不管是任天堂大乱斗 还是超级经典的街霸 包括28年前上映的电影 《港支超级学校霸王》中 对应的样貌可都是红衣金法 他的招式有著名的火焰生龙拳 但他的头发可不是火焰 从这一点来说 韦田在1028话彩片 将扮演肯的陆飞的头发 直接就设计成火焰 那基本可能就是在告诉给我们 陆飞就是太阳神尼卡 而接下来的问题也就是 当花在初次 在两年后的前往银沿岛的海底 到楼顶大阵刚开始时 重击海多 陆飞确实多次已经做到过 让自己的群口燃烧做火焰 但他又要如何做到 用头发也变成是燃烧的火焰 而真正成为太阳神一般的存在呢 这是未来某一期 我们将胡扯的内容 而进一步胡扯来说 从拳头到头发 燃烧住火焰的太阳神 可能就是在不远的未来 五皇陆飞将战胜四皇海多的终极形态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